我們現在開始斬雞 首先我家裡也說到很衛生的 我見很多大廚做什麼都是五酒金龍 見到大廚是骯髒的 我家裡也好 因為本身煮熟的雞 煮熟的雞就不會翻熱 所以蠔酒就避免細菌滾感染 我們先用濕紙巾 先擦拔白刀 然後擦針板 我家裡有兩個針板 一個是生肉、海鮮的針板 另一個是熟的 好像香港法例一樣 熟還熟針板,生還生針板 斬的東西是不同的 大家用的斬是不同的 用的針板也不同 這是專用針板的 好,我們拿雞出來 雞最好煮熟之後 先把它攤冷 先把它攤拌 先把它攤拌 然後在這裏 先把它攪拌 攪拌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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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然後在這裏 在這裏 攪拌一下 一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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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攪拌一下 然後呢 用一個盒子裝起 油的 好了 我們切鑊油 因為鑊油都不吃 我們說到耳頭 耳頭的 所以有頭有味 然後攪拌雞頭 然後攪拌雞頭 就攪拌 然後攪拌 開這裡 在骨頭裡 開 然後攪拌 然後攪拌 至於攪拌 放在这里 多数骨本身有很多骨就在这里 魚的骨發光,骨的肉也不一樣 骨頭可以吃 骨頭不太大 骨頭開 分开 一升 我买来 我大概会有点 绁一波 绁一大油 绁一光 绁一一 绁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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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绁一带 好了 到這裏了 因為這樣大塊的頭 然後拿著順序 貼紙 看這裏 這隻魚舌也是這樣 這樣削皮 水 水 就要吃 好 如果你对这个舅舅厨房有兴趣的 欢迎你们订阅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煮的想做的 欢迎你们留言 我会提供意见和大家研究一下 多谢